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刚好 另外一个老师的问题和刚才陈老师的问题是相关的 紧接着就是第三个问题 就是这个老师问到不和美 说我明白了 但是怎么去教的问题 那么至于这个涉及到不和美的教学问题呢 我大概说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每个老师的教学方法都不一样 我就大概说一下我的一个想法 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那么首先不和美 我们肯定不要安排在同一课出现 一定是先教了这个不 然后才会教美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在教美的时候 我们要有意识的设计非常好的语境 让学生来掌握这两个词的区别 因为在很多语言里面 他的否定表达只有一个词 而汉语里面是有两个 刚开始的学生学了不 然后他就所有的都用不 就是该用美的时候 他也会用不 但是你再告诉他 学了没了以后呢 他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倾向 就是不该用没的时候 他也用了没 所以我们要注意设计好的语境 让他来明白二者的不同 那么怎么设计好的语境呢 有什么样一些小的技巧 那我现在大概说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否定形式方面来体现二者的不同 就是让学生来掌握他的不同 比如说我在讲这个不得否定形式 我们就可以说 我是老师 你们不是老师 那么你们是学生 我不是学生 他很高 我不高 他想去 我不想去 他参加 我不参加 或者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那么让学生通过这种否定的来掌握 不和没的区别 到学这个 到学没的时候 我们再给他设计这样的语境 比如说 学没的时候一定是学过勒了 一定是学过勒才能学没 我们就从勒来复习 说他去了 我没去 他迟到了 我没迟到 或者说他胖了 我没胖 诶 苹果红了 苹果梅红 就是通过这种 他的否定形式 让学生掌握 到底什么时候用布 什么时候用梅 其实布和梅的区别 刚才我们在上一个问题已经说了 如果你给学生这么讲 他是不太容易掌握 不太容易听懂的 因为他的语言水平有限 那这个时候呢 老师就可以用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用这种给出否定形式 让学生自己来体会 布是否定的 是主观能动 还有否定的是性质状态 比如说我是老师 你不是老师 你是学生 我不是学生 那这种 那通过那个梅 让学生感受到 梅的语境 让学生感受到梅 否定的是 已经实现的事实 就是通过这种对比 让学生大概的 就能掌握二者的区别 我们学生感受到梅 并未来的 并未来的